今年的台北攝影器材展 我當然也有去逛逛 那我還多帶了一整天的時間 去分享IRIX鏡頭的部分 那還蠻有趣的就是 有人過來對這個品牌不熟悉 或者是他們對這個產品有興趣 我就可以跟他們分享我的使用經驗 因為我在超久超久以前就購買 使用IRIX鏡頭 在台灣代理商根本還沒有人代理的時候 我就購買了 那現在代理商是弗倫達老闆 有興趣你可以跟他購買 反正我們在現場就這樣子 跟各種不同的攝影師 去分享這個鏡頭的特性 跟我使用的一些使用經驗之類的 還蠻有趣的 那現場他有多一支Prototype 我覺得還蠻酷的 65mm 那還沒有上市 但是我們已經摸到了 也拍了一些很酷的影片